海綿文化人數 A.F. 議員 文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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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我們WMA 有關Ducky的委託 就這個身份委託 計劃的一個講授 關於一個邊界和身份政治的 訪問 這個身份的時候 邊界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因为最简单,政治和地理上的边界都会限定我们是哪个国民的身份 还有政治边界是重叠的,很多时候有文化边界,心理边界等等 这边界是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甚至是我们的创作 但是我们怎么面对着这条边界呢,也是一种身份政叠 以往在殖民自代的香港的时候,香港和中国那条很明不懂的边界 以及一些种族的历史因素,或者是殖民政府的本土化,现代化等等的工程 就造成了一个很强烈的香港身份 但是这个位于中国边缘的城市,也是因为这样,有一些中心的位置 例如一个所谓国际金融中心 还有在香港回归中国的90年代,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一些所谓不进想象 就是究竟这个边缘的香港,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一个领航的地位呢 但是今天回归了20年之后,香港就好像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上升 以及更加多的城市,也都去到追及了国际城市的地位的时候 香港又再次一个很边缘化的地位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究竟香港的身份如何被边界以后藏身去到定义和书写呢 那个边界是否消失了呢?香港又是否消失了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有三位嘉宾,其中之一当然是我们WMA身份委托计划的得像是德揭 那么我们的万念规矩就是在边界进行的创作 那么,另一位嘉宾就是潘德仁先生 Lawrence是香港著名的作家 她有很多的作品、小说、反文 例如这个递漏书,又或者近期的写托邦月宵 其实都是会认着香港的身份变迁的一些问题 那么,里面还有很多意象上,都会和德奇的创作有很多交叠的地方 那么,有一位呢,就是阿玛教授 不过就不是阿玛教授的写托邦月宵里面那个出版社国马靠手 而是,而阿玛教授呢 就已经,其实有多年进行合作的计划 就是一个用视觉,一个用文字 去研究,譬如南方中国和一些北京时尚工厂的合作计划 那么,你也是研究香港的身份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学者 那么,究竟她又怎样看这个身份和那个边界的问题呢?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或者请Ducky去到分享一下 好了,一个WMA开一个身份这个议题出来 那么,为什么你会进行了一个边界上的创作呢? 你怎样去看边界这件事呢?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以边境为题材 就做了一籍作品,就叫做《召唤沉默的他者》 那我第一组作品,大家如果进去看过呢 就是长峰形那些 那你会见到有一些不同的历史 不同关于香港的大发生的事情 好像六四,好像反国教 也有一些不同的殖民地的历史在里面 譬如我会将十七世纪的一个不打阶的一个中流 就重塑在现在的边境那里 为什么这样要重塑这些历史呢? 其中包括我的人的样子在里面 包括我不同年纪 四岁,十三岁和现在 重塑这件事就是一个召唤大家的记忆 去告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历史 无论你自己是经历过也好 或者没有经历过也好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历史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大的事件 其实是很影响我们 是我们是哪一个的 因为那种都是一种很强烈的 一种很大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就将我自己摆进去 那我可以讲一点 召唤《沉迷他者》里面的 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 其中一张照片 我就将一只弹船 就打在边境的一堆草虫 其实草虫前面就是一个海 那张照片是打下去的时候 我想象是什么呢? 我应该打在草虫那里 因为香港的经济就好像 一个奇迹一样 好像陆上行舟一样 除此之外 还有一张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引领到我去最后的一组作品 就是《1808个念头》 那张照片就是 我四岁小时候的一张照片 不要紧 这里有 其中一张照片就是这个样子 我开了估计很多人才猜到是哪一个 其实这张照片里面的一个人 应该是三倍地黑人真 在香港人心目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将这张照片 我将三个特首 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 我将一个影像重叠一个影像 再重叠一个影像 的时候你得出一个人 很多人都说 都没有什么 好像一个商人 有些说我很磁场 是真的 有些就说 是不是我爸爸来的? 那我计算吧 不过我爸爸也很好 如果再选我 我也是选我爸爸好一点 这张照片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电脑上做的时候 就出了一张这样的相片 接着我就思考着 其实我们人 为什么这么多念头 其实是万念规矩 那么多念头 其实我们因为有很多分别在里面 而这张照片 当三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们重叠重叠再重叠 是分别不到哪个打哪一个 是的 那我就开始去构思 再进一步 我自己整个展览的 一个很核心的思想 因为叫做万念规矩 就是规矩就是什么呢? 就是归于灵 或者归于一种很平常心的状态 那我就开始去搜集 108个香港人的面孔 那108个香港人 是有108个烦恼 108个不同的样子 108个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政治立场 它们有不同的种族 所以我就选了一些南亚裔 又选了一些鬼佬 又选了一些立法局议员 又选了一些警务人员 是的 总共有一些是我完全不懂的人 只不过我解释过计划 在街上找他 他又肯让我拍张照 我会把你的头像带到边境 放出来 当通过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了 如果我一个样 再踏过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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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踏过一个样子的时候 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还有我想到 如果大家再分不出你和我和他的时候 其实最终出来的影像的时候 我想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要这样分别一样呢 因为分别会引起很多情绪 当我分别你是吃素 你不是吃素 你是环保 你不是环保的时候 我们就会区分 你内心就会 有一种情绪出来 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我经常都跟人说 有些是十年前的朋友 现在十年后可能是死敌 一个星期前可能是死敌 现在可能是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想那样东西 就是所有东西都变幻 所有东西都是你男主的 当下香港是很大的情绪在里面 每一天我们都会跳进一些 不同的能量的漩涡里面 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摄影对于我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所以大家看完第一部曲 是我二十五年前的一些 影香港街头 没有被呈现的 纵身上的一些小人物 我再呈现回去 在回归的过程里面 那到今天 我再经历过二十多年之后 我再看回 审视自己的时候 我再说香港人的时候 可能我 就用这种方法去回应 就是因为我们 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 就是因为分别在里面 除此之外 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会有五个装置艺术 很多人问 为什么你没有 陆陆陆陆去做装置艺术 其实我一向对立体的东西 都很感兴趣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摄影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日常工作都是拍照的 比较容易掌握很多的方法 或者所有的事情 或者概念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人生 一个挑战 因为我不想整天在一个地方 看下去的风景 所以我就很用心做了五个装置艺术 那五个装置艺术 分别跟香港人很有关系 第一个大家看到的灯 有点灯 其实有点灯 你会看到它是一闪一闪的 其实其中一个概念就是一生一灭 有点灯是做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工程用的灯 大家都看到的 那灯呢 其实上面就说了很多 印了很多 97人大释法的文字 我选了一部分出来 那我就跟助手一起 就浪费了几天时间 就把那些字 全部刮到那些灯那里 那是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解释基本法 其实对香港人的影响是很深 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会又解释 是又解释 可能解释到今天 已经觉得是 已经是毫无反应 其实我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是一个 永远好像不延续的工程一样 而一生一灭那种灯 就是一个年头 去过一个年头 可能是你和我也有份 去创造今天那个 那个现象在那裡 那除此之外呢 我简单一点 是不是差不多 对 对 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 overrun 因为我们是一个 比较有纪律的人 对 另一个作品 就是 你看到很多的影 通过这个念 就是在牆上 其实 这个作品 是我最后做的一个作品 这个影 这个影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影是说的念头 念头是什么 你触摸不到好像影子一样 你是摸不到 但是你知道它存在的 其实当一个影 开过一个影 开过一个影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们其实 现在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在交叉 其实念头的交换 或者是一个交流 其实也是 塑造我们其中一个 我是哪一个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人 另一件事想说一说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公平 当然有人说 哪个公平 因为 为什么我这么英俊 就脱头发 你两个这么欲酸 就没有脱头发 是不是 其实我们公平是什么 我们开始和终点都很公平 你来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 走 其实我不见得 李嘉诚可以带走任何东西 他也是一场 即是在下面 所以对于我来说 是 情绪、念头 各样事情 其实是很影响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一直 希望做的作品 不是说有一样 很负面的东西 带出来 反而我是希望 将一些东西转化 其中一个很转化的作品 就是 叫做CCTV 不是CCTV 其实是用监控器 我将监控器 改装了 变成一个 播出一些漂亮的风景的东西 那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监控器 其实是一个很权力的刑事 你在监控器之下 我想你不会 做一些越轨的行为 你自然会很守规矩 我自己去边境 又看到很多监控器 我当然会不会在监控器唱歌跳舞 或者做一些令到他们 质疑我的动作 那我就想 如果一个世界 大家的念头 是从零那一点开始 走向好的 或者一个善的念 可能将来 不需要监控器 那监控器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播出一些漂亮的风景 那我就用红外线飞灵 就拍了一些很多 红外线的相机 就拍了很多 边境的风景 因为我觉得这些风景 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那有人问 为什么你用红外线 用普通 普通 普通 普通颜色去拍 红外线有两个意义 在里面 一个就是说 监控器 你常常用红外线去拍 夜晚 那我觉得用红外线去拍 是一种 将那样东西转化了 另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乌托邦 这是想象的世界 那红外线拍出来的东西 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 绿色变了白色 那这个也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想象 是可能会发生 可能会发生之间 那还有几个作品 装置艺术可以大家去看 但是最好 可以看我最后108的作品 是的 大概是这样 108有没有讲得清楚一点 我再讲一点 108的作品 不好意思 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的东西 我没有解释到 不过可能去Facebook 看看 因为刚刚今早有人用了几分钟 那个朋友 帮我拍了一段影片 就讲解所有的技术 如何做 是的 那108的作品 是改装了一架 幻灯机 就将一个闪灯 放了下去 里面呢 就会放了 很多香港人的头像 就不同 不同背景的 那我就相机 就开了一支三脚架 就放一部相机 那我就开了一个叫做 多重曝光 是的 那定了在那裡的 那会拍一张照的时候 我就会转一格人头 不断有九个人头 就 过程里面 最后就变成一张照片 是的 因为那个Canon的照片 可不可以 我一次做战台节目 是不可以讲那些品牌的 OK 是的 因为那个感囊 相机有个多重曝光功能 是曝光九次 那我就最后 立刻会给一张照片 是九次曝光之后 那张照片是怎样的 是的 那我就九次曝光 就是一个人头 蓋过一个人头 蓋过一个人头 即是一个念 蓋过一个念 蓋过一个念 最后出来的那张照片 就是你再分别不到 哪个打哪个 是的 那这个就是 最后四方形的那细照片 其中我一个 比较很喜欢 很喜欢一个总结的作品 是的 那我撕点东西 不要讲得多 很沉悶 其实呢 我一直都有个疑问 或者一会儿我们真的 再对谈的时候 可以再聊聊 就是 另一方面呢 就好像很恐惧 有一些的力量 去到入侵我们的编解 所以才有这个 释法的一个针 但是一方面呢 又想不分你又他 那究竟 其实你面对 那个边界的信念是怎样的呢 你是一种悲观 还是一种 极来信秀的一种状态 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谈 我们或者现在听听 Lawrence在那里 因为Lawrence 其实 她那个写头发言消失 就是我觉得 刚才Ducky说过 就是 她很想一个CCCV 去展示另一个 美好的世界 一个乌托邦 一个 我们可以甚至是 一个现实到呈现的 一个所谓二托邦 Lawrence写的 《写托邦与消失咒》 是很有趣的 就是一个作家 她无端消失了 然后她女朋友 去寻找她的时候 就要进入了 一个写托邦 一个燎影的世界 透过书写这个过程 重新去认识她 这个 他们两个都是沙城 其实沙城 就是一个香港这个地方 受到一个北风的沙城堡的侵襲 而变成一个沙城的故事 里面有一段 我想重新出来的 因为里面也有提到边界 这个城市装得下的心灵 但你可以往哪里途呢 当每座城市都可以同化的时候 城市将都会有尽头 也都没有出口 所有地方贴上no exit 即没有出口 从城市逃生 预先被判定为注定的失败 与徒劳 这才是终极令人迷失的原因 有了手机漫游 真正的漫游者 就开始噴淋绝种了 世界融合工程已高出进行 当天衣即得无缝无欺 何处还可以是 社托邦寄托的他方与边界 又或者社托邦不在边界 而在内惑 城市不仅只一块表气 是一层包着一层的中国盒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层界 最爱层表象 及化妆成一集 华美衣裳 多数人都寄身于此 包括穿被蛇虫 细咬的内层 直接彻底难叫的核心 你必须敢于前进 并能够迫视内在 才能明白破坏 是如何造成的 我想看看Lawrence 里面也提到很多边界 边界在你的常生活经验也好 在你的創作也好 如何影响你的身份的构造呢 各位朋友 今天比较乖 是因为Carol叫我预备大约20分钟 我亦去了上星期的讨论 都是一个讨论 但其实都可以开放大陆 不过我再讲一讲 比较彻底的边界与香港身份 其实身份这个问题 自己当然在大学都教了 但是用边界的角度设计 的确我没有什么试过 所以这次为了预备 都是有点把边界意识提升了 但是真是昨天才想 因为之前星期五才训练 之前边界意识是非常猛的 边界意识平时都有 但可能你是渗透的 很少会把它变成一个主题 去设计去思考身份 所以我必须坦诚 我边境的经验没有 我讲边境禁区 身体 所以我想最初拉阔一点 拉阔一点就是边界 即是Border 首先我讲一些概念 然后就讲一些 我九七之后 会想到边界的移动性的例子 我先讲概念 我由Border出发 我不是用边境出发 Border Border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有很多边界的 例如艺术喜欢讲越界 例如也思讲越界的旅程 或者我们文化讲跨界 跨界合作 当然这些是一个所谓文化实践 或者想像 即是边界可以很象征性 我们说一个族群的边界 阶级的边界 或者文学的边界 文学的故乡在哪里 生活在他方 当然我今天 但彻底就不讲这些边界 因为我都觉得可以讨论 但彻底就是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文字 是讲Physical Borders Physical Borders 就是物质的边界 或者更具体的就是地域的边界 地域的边界 或者叫Political 地缘政治 当然地缘政治 包括地理 人为 以及文化的因素 就讲这种边界 那讲Physical 或者地域的边界 我自己觉得都可以再 从概念上 去讨论其意 即是它里面充满不同的意思 首先 我第一个意思就是 Border 我们是讲两个地方的折扬 折扬 或者交接的地带 交接的空间 自然这个就牵涉 所谓between 即是中间性 或者夹缝性 两个地方 中间有一个strip 或者一个地带 这个地带呢 它的含运性 就是地带 可能是一个桥梁 就是一个connection 就是连接两个地方 亦都可能是一种左隔 就是所谓divided line 左隔区分 所以我觉得边界有很多种状态 当然另一种Border的意思 就不是一个中间的空间 而是Border 大家都知道 另一个就是夸住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Encircle 或者我们讲一个画的边界 画框 画框的边界就是 之前就牵涉另一个就是内和外 就是边界以内和外的关系 内外的关系 我觉得一个城市以内 其实都有很多边界 你说有没有地域边界呢 或者有没有CBD和屯门的边界呢 等等 所谓边界可能可以推的 就是中心与边缘 什么都好 如果推到很尽 推到一个城市 推到很尽 我就所谓frontier 就是frontier as border frontier就是推到一个limit 比如一个城市的边界就是城界 比如一个地区 跨地区的边界就是一个地区的边界 或者超级地区的边界 推到国家的边界就是国界 所以边界 我想这个含义很多 而在frontier 边境就是坦诚 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很想要有这个经验 所以为什么 拉扶一些讨论 frontier就是边境 边境也都包含不同的含义 因为边境通常被我们想到 就是一些未完全开拓的地方 未完全开拓 或者略大formal 即formal之地 比较remote 比较边远 或者我们用的某些字叫做边菜 边疆 它是比较 但是也都因为 相对于城市的高度发展 因为它这种状态 就是未完全开拓或开发 就好像一个城市的空隙 是一个空隙的 纳隙的地带 但是又有另一种 就是在这种frontier 虽然是未必完全半开发 或者是未开发的 就有所谓口岸 即口岸就是 sport of entry 往往某些口岸 又成为很developed的地方 譬如我们 阿杰记得最初说 羅湖口岸 我们最初认识 深圳 可能是透过羅湖口岸 随着时间 深圳已经有很多口岸了 口岸由沿海口岸 到铁路口岸 到机场口岸 口岸有时候 又可以成为一个很繁忙 很蓬勃的地方 或者很developed 所以我觉得边界 我由这样的讨论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边界必然会牵涉 就是它是要讨论边界的属性 边界的形态 边界的形成和消融 边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是一个process 不是一个滑死 有些边界已经成为了历史痕迹 譬如界行街 我们界行街 曾经是英界和华界的边界 这是完全是历史痕迹 可以去探索 但有新的边界会出现 所谓边界会不断重新滑界 就是remapping 我就尝试一下 接着就讲一下remapping 就是我所观察到的remapping 就是边界 但是我边界是想 刚才所讲的 是有多重的含义之下 就不是只是边境 因为纯粹边境可能更适合 或者只是Eric可以讲很多 我由97开始这个时间 怎样讲呢 97作为一个述说故事的入口 我觉得讲故事很多入口 就是entry point 97是一个很重要 但不是必然的入口 但是就算用97来讲 它是时间都可以推移的 就是移动的这个时间 之前就是我们所讲的过渡期 之后就是有时我们讲 97效应可能是迟来的 就是不是立刻来的 就是可能呂大陆教授讲的 2004才是1997 但是我都用97开始讲 那用边界的视野来讲 因为主题关系 我就不讲世界性视野 我觉得是重要的 cosmopolitan 或者是世界国际的想像 但是用这个设计 就是讲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 97之后 香港作为一个边界 或者是自己一个 中国大陆如何开拓了 香港边界的视野 即以外的视野 我认为一度 中国大陆可能真的 比香港边界以外的想像 和可能 我试试讲几点 纯粹是初步的思考 我记得97之后 其中一位教授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李欧凡教授 98年他写了一本《上海摩登》 提出《湘城记》 当年上海读堂 还看了《未成书》 《湘城记》 是否香港以外的边界的想像 当然这就是香港和上海的一个 《湘城》 《紫梅城》 它不是完全摘扬 它在文化上摘扬 它不是地理上 文化上摘扬 就是好像他们有些 共同的歷史 殖民性 现代摩登性 城市性 我详细不可以讲 否则是不够时间 但开拓了 其实其内有志 上海与香港的《湘城》 例如HSBC 上海与汇丰银行 或者张爱玲 把香港作为《对照记》 或者上海的《文人》等等 他的意思就是 九七回归 似乎有一种重新看上海这种怀旧 但他觉得是多于怀旧的 似乎透过怀旧 当然很多电影 就是《关键棚》等等 好像在探索香港的一种 曲折地探索香港的一个身世 就是何去何从 详细我没办法在这里 讲这个《湘城》 但由此有一个座标 就是现在所说的南北座标 或者香港的珠珠三角 珠江流域 相对于长江下游 会不会都是另一种 边界以外的一个想像空间呢 《湘城》是其中一种 但很快我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 双城不够了 两个城市不够了 一到城市那种跨本土 即trans local 或者跨城市 是一路开拓的 到某个时间 比如trans local 在座的 我当年有看的 一定是南中国文化研究 南中国城市研究是一个民族字 那就是牵涉我所说的 哪个有移动呢 移动 其实我们的城市 很多东西是移动的 有些可能是符号 城市研究 民族字就是身体的移动 即身体的mobility 你自己走上去的地方去研究 跨本土的研究 可能97后又再蓬勃一些 我这里举一些例 其实城市 或者所谓跨城市座标 叫Inter City 后来我举几个例 譬如陈冠宗的移动的边界 可能大家听过这本书 已经讲三成计了 即台湾或四成 台北、上海、香港 然后又是马杰卫有份 跟Round Table策划的 六个中国城市的十五条街道 不知记得这本书 六个中国城市的十五条街道 可能忘记了 东门街和西原菜街一起对照 inter City可能曾经成为另一个座标 当然 除了今天所谓的某些文化 可能作为事件簿 某些自己有参与的 除了说书籍 譬如由1998年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否搞 有个四成文化会议 四成文化会议 搞得很大型 香港、上海、深圳、台北 我自己参与的一届是深圳的 忘记了多少年了 我再举一个例 香港书展 香港书展从来都是本土的 在湾仔 扎根于湾仔七月 但某一年开始 2010年 他就搞Road Show Road Show所谓书展露演 搞了几年近年没有了 就是每年之前 就是前奏五月左右 就去中国大陆 广州、中山、台北 这些城市做露演 去做作家巡礼 你看到这种跨城市 那种格局 似乎曾经expand过 由此来说 我想带出第三点 就是不进的想像 和不飘的问题 不进或者想像不飘 很多年 其实似乎都是一些生意人 改革开放之后 将工厂不移 很多 在我一代 在这个contact之下 就是97之后 97之后 都有一些我身边的文化工作者 都选择不飘 成为一个可能 现在可能有些人说 是否要找人 那些 但他们完全不是这个心态 是觉得 可能可以开拓一个可能性 例如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 认不认识 例如李兆兴 或者刚刚回流 因为低端人口 都会回来的盧燕山 盧燕山 比如很多朋友 开始很认真地思考 可不可以去香港边界以外 去寻求一种经验 或者将香港的某些经验 带到内地 互相 大家还是需要的时候 第五点 我想说 座标其实不断移 第五点 就是在那段时间 留意到一个大广东 大广东出了两本书 亦都是上书防粮文道 出了两本大广东 想像一个就是 广东省或者讲粤语等等 可否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有没有一个基础呢 所以 在文化上的活动 我又很记得 除了一些概念上 文化活动有的 譬如我记得 有几年 搞了一个港州书虚 有些文化事件 港州书虚就是 户外和港州的一个 比特猫的书店合作 又是几大型的书虚 但是后来又好像没有持续 我想说 这个好像中和大陆 曾经开拓了一种 文化或者实践的可能 这里都 避免深港同化 或者珠三角的可能性 我想深港一体化 或者融合或者珠三角 这种就是 超级区域的一种塑造 就是 比较swifting 去说 同时 我觉得这种跨城市座标 或者所谓inter city 座标的开拓之余 其实城市那几年 或2005、6、7、1等等 一直都有很多城市内部的议题 例如上次我们的talk 讲的利东街 或者天星皇后码头 或者对于公共空间的关注 我形容这类是几本土的运动 无论是集体回忆 还是保育运动 对于城市空间意识的提升 多了很多 同时的本土论述 丰富了很多 本土论述不是后来本土主义 本土论述成了一个词 我忘记了是否新力量 网络 总之每年搞一个论坛 出本书 吸纳了很多世代论 新界想象 还有什么 香港的主体性 它打开了很多讨论 但是后来也不同了 这样的情况 想说两者是不相为的 就是你城市本土多自己空间意识的 身份的探讨 和刚才讲的跨城市的一种想象 但是慢慢 当然是去到近年 就有所谓中港矛盾 或者开始对于融合 将好派融合变成真的身份的骁容 融合可以很好 即是很融和 融合也可以消融 即是消融 融合 出现一种反向或张力 我不敢说由哪里开始 但我觉得其中一点可以说 就是反高铁 反高铁 反高铁 当年自己也有去那里读诗 有不同的程度去参与 有些是passive 有些是主动 反高铁当然包含很多元素 即是包含抗拒大白杖工程 抗拒发展主义 可能会剷走很多旧区 但其中一样就是中港融合的元素 我觉得是在里面 现在隔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看回就更加看得多 因为终于整个西九龙田海区 是一个新区来的 三百多公顷 将会有西九龙总站 作为一个港深港高铁香港段的 一个内地口航区 为什么特别说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最初说 这个边界的移动 和边界的属性 真的没有想过 边界你觉得刚才一条街 或者推得很尽 原来边界可以在你城市里面 开一个洞 至此边界出现了一个 特异的状态 起码在香港 就是我形容一个porous 就是一个孔洞 一个渗透式 或者多川透式 而这个边境在你的市中心 城中心 而这个城中心 不是中环CBD 而是一个新打造的城市中心 因为西九龙是完全田外回来 这个除了回应边界 亦都回应到谢智德的工作 因为只要谢智德拍摄西九 拍了很多年 还割了二十多年 现在有点累积到现在 现在有些时间累积才看得更清楚 西九龙将会有一个口岸 刚才说的口岸 就是Port of Andrew 内地口岸区 我讲几个点 原来口岸 整个点面 整个面 似乎看到一个placemaking 这个placemaking不是民间的 就是官方或官商 我举几个例子 看看几个例子 是现在的ventage point 看到的 第一 西九文化区 不用说了 里面其中一个区 西九文化区 是整个西九龙田海区的一部分 三百多公顷里面的四十公顷 不是整个西九龙 另外就是西九未建好 有原坊出现了 我们平时不去的 很少去的 可能未来 原坊elements 接着留置到原坊 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 另一种风景就是 商场已经有直接的过境巴士 很beasy 很繁忙 很跨境直通巴士 已经不是旧的商场了 其实商场是带人来 直接来 第三点 我观察到就是幻彩泳香港 我不知大家记得 最早年的幻彩泳香港 在尖沙咀海旁看过去港岛区 由上环看到去湾仔的十多栋 所谓skiescraper 或者重要的signature buildings 我不知由多少年开始 已经是互体了 尖沙咀海旁看 亦都可以在甘子经广场 看回九龙半岛的转头 而其中一个 一必定看的就是ICC 至此我想再多 第三点的 二十多年 之前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香港的 所谓摩天大楼 最高的大楼 for many years 都是在中环和湾仔 谁高一点 我不数 去到某一个点 ICC高过IFC 我觉得这是象征性的 九龙的ICC 终于超越了中环的IFC 或者用电影的想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新警察故事的成龙 在IFC倒乱 去到韩战这套 韩战是高祸 我忘记了 韩战是用ICC取景 ICC的天台取景 或者再想回前两年的艺术 现在在这个点看 有额外的意思 就是用ICC去打倒数时钟 就是用一分钟时间 将一寸九位数字投射到ICC外场 倒数二零四七的内陵 现在这样看法 令我很 recall 九七回归的时候 过深圳、羅湖 有个大宗倒数 有几时 九七倒数时钟 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原来 今时今日 IFFC 你看看原来 它都是在某个口岸区倒数 如果你当这个口岸区 所以另一个状态 就是城市中心有一个边境 最后第三个 就是对应 这批边境禁区 边境禁区 我觉得很想去探索 但一直是我自己的限制 无论是身体移动性 很致命 上星期问 借智德 怎样去 我很想去 他说开车去 我说我不懂得开车 身体移动性的问题 而本身的空间 亦是半封闭性 因为有某些禁区 就有一定阻力阻力 你要拿禁区子 当然禁区子 有一些可以不用 但我未可以探索 但因为 借智德这次的摄影展 令我开拓了 未来如果有机会探索 在那裏写作或者有些跨境经验就更好 这个front and close area 讲一些智德的作品 我觉得有趣在 就是它在一个 刚才所说的 它是半开拓的空间 暂时仍然是 投射了刚才所说的历史图像 或者加上一些个人的影像 不过通常都是很佔具一旁 但不是很圣像的 这种 我觉得有趣就是 将过去 瞬间的闪现 瞬间 我不知道它的技术是怎样的 瞬间闪现 将过去的历史 带回一个很曖昧的 我形容为Liminal Space 即是一个画界的空间 因为空间本身没有什么 但你将过去影像 投射到那一套 但又出现又缺席 因为闪一闪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将历史意识 带回到一个空间的尽头 而将时间重叠到一个 新空间的一个界域的尽头 我想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令我想起我们 我想带出时间的边界 时间的边界 很需要在空间重叠回 因为我觉得 刚才说九七 我们现在经常讲新问题 有没有新问题 新思考 例如我举例 有些是教学 改一些学生paper的感受 例如有些学生 这些学生可能很有心 例如他会说 雨伤运动 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开始 濫伤 以前只有经济动物 香港全都是economic animals 可能香港人是很经济道向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 都是否定了很多东西 又或者 保育运动 可能是这十多年才有 但城市保育运动 可能推到七十年代 都可以已经有 或者身份意识 是九七年前是没有的 是九七之后才有的 我对于这类 所有新的问题的意识 都非常close 非常有戒心 不是因为我很保守 我不是否定有很多变化 或者冒现的东西出现 而是我们有点担心 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旧走旧平 而我们担心 有时我们所谓新 当然我们可能想何去何从 新不是真的新 而是对于过去的遗忘 历史意识的不足 你往往将这些事由头讲起 而带领一种很难沟通的 或者一种以自己经验为边界 以自己个人经验为一个 想着衡量事物 或者认知事物的边界 这个我形容就是 必须要将时间意识 历史的意识 带回一个闹过来 或者将过去 或者被违望 被压抑的东西去做 作为追形 最好就是这个时间的边界都是移动 我自己觉得 因为所有的前瞻 有时有些约稿说前瞻 我觉得所有的前瞻 在某程度上 其实都是一个回头的动作 我不知道是否历史新天使 就是回头 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 现在的一种人生的心态 亦是写作的心境 今天就将这个边界的思考 和新闻的讨论 带到她去订阅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时会 OK 很精彩 时间是边界 但Dicky 虽然经常说 这个《万叶归植》 应该是她讲身份的终结作品 但刚才说 Lawrence 就是将原来我们的边境 已经推前去西九 所以原来你在 如果这样的时间是边界 原来你在一个很前瞻的 1994年 已经去到 为你的《万叶归植》的下一部曲 就已经在书写中了 麻烦你这样 跟着想想 究竟《万叶归植》 和加入西九的边境 可以如何再延续 香港边界的故事 是的 很有趣 Lawrence 刚才也提到很多 其实在现在全球化下面 那个后对会 才是一个 比较去定义城市身份的东西 而Eric 他之前也做过很多 南方中国研究 包括大家 现在手上有那本书 就是 其实Eric 和Dicky 在2045年左右 就在一些 南中国的工厂和酒吧 进行的一些 看看中国的 现代化的进程 是怎样的 接着 Eric 和Dicky 北京的一些 时尚雜誌的 生产总理 去看看 究竟 现在他们 如何 掌握到 所谓的 现代化的进程 在里面 其实不是只是 中国 而是香港的 位置 所以 其实 刚才我们也说 不断地融合 香港究竟 现在 现在 那时 和现在 身份的位置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是想 一个融合一点的 就是 边界继续融合 去 反而对我们 有利 还是 还有没有 一个 以前 你经常说的 卫星城市的 一个位置 我们还需不需要 说城市身份呢 有人有没有 解释得 刚才跟我说了很多 二年的 有时出 有时入 我今天早就在这儿 生日 有很多年 我面前 姿嫂 刚才在说了很多年 我用了很多年 就在做所有元素 就是萬念規矩 我的file全部都沒有了 開來開去 為什麼開不到 最後我找了兩張相片 兩張相片是在網上炒回來的 我退休兩年已經夠時間 二十多年的東西都沒有了 今天我進去 我其實之前都看了文字 但進去我想捕捉到一些感受 因為我和謝紫德合作了很久 最初我也不知道怎麼吃他 最初不是這個 最初是LMF 我不知道是誰介紹我們認識的 那時候我是剛剛在大學沒有內 然後黏著一條筋 就跟他去LMF旺角的Band房 裡面有MC人 大菲那些在教結他 教完結他的扣女 我們就 不是我們扣女 我們不是 即是他們說這些結他很好聽 那時候就已經 我記得最深刻那次是跟他通宵 在旺角 油麻地 踩單車 跟著LMF他們吞牆 他在那裡拍照 我呢就盡量感受一下 就說原來晚上沒有人 那個香港是很偷到人的 即是那些人在那裡噴 噴完 在那裡噴 騎在一個 我也不知道騎在鐵馬上 噴那些路牌 我負責看水 就說我今天有警車 我就報50米 40米 30米 他要在我 趕到警察就來 就噴完那個作品 那些照片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而他的照片 是好像你 用文字描繪不到的 他好像把現實 拉了出來 做完那個之後 我們回大陸做 在一個酒吧 在一個工廠 又是沒完沒了 晚上三四點 那時候又是發癲 我現在過了 即是那個都是理想 我是一個很大的慾望 去瞭解自己 瞭解香港 在旺角周圍走 看看那個社區 那個城市是怎樣 我其實 鄉下 在花園 在廣州 我認識很多 朋友在南中國 我想知道我是誰 我是香港仔 我那時候跟大陸很 那種慾望 去跨越那個邊界 其實 在很多年 香港都覺得跨越那個邊界 那個是他者 其實他者 我在我的鄉下 我很多親戚在那裡 那種很奇怪的感覺 他就是我做了研究很久很久 我回頭看 才明白我所有的研究 都有些內在的東西 去驅動我 那個邊界 在他心裡 我想給我 我有兩張照片 一張 不是這張 這個 就是中間那個周圓發 旁邊那個是廖偉雄阿燦 網中人的電視劇 那個博士論文 其中有一半 就是寫網中人的 網中人大家知道 裡面有個燦 那個周圓發就是香港人 大學畢業 又英俊又高 其實老實說 香港人 一般都沒有那麼高 香港人一般都是醜一些的 他穿得漂亮一些 我們這兩件就知道 這個英俊不重要 我們香港在海邊的人 拳骨高 不會的 周圓發那麼英俊 但我們投射了 那個就是香港人集體的身份 那條邊界在家裡 很近的 那個是撐 吃漢堡包 吃三十個 穿鞋不穿襪 好吃冷飛 那條邊界很近的 這個是我小弟的博士論文 那我就都很高興 5號 過了新 他就讓我去TVB 拿了那些suting script 即是 直接是拍那個script 就不是原先的 拍那個軌道很厲害 看了所有 mark了 我就想給大家看第二張照片 這個呢 就是我家裡 我年輕的 就是那個傻傻奸 那個 有點低低的 那樣 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我 這個是我姐姐 中間我一個妹妹 我爸爸媽媽 這個是我的全家福 那我 我是在那個 back of my mind 有些東西的 就是那些 liminal 就是 怪怪的 這個是我們 一直 我們家人 覺得的 全家福 但是一直以來 我也有個大佬 我大佬呢 就是這張照片意外 我的大佬呢 好食懶悲 又養碎 穿衣服 穿得 褲頭 穿得很高 一心一 一世人 都想來香港 那我們這家人呢 除了我媽 因為我媽很疼她 她現在 七八十歲了 我老媽子 九十幾歲了 到現在 她叫阿漢 我叫阿慧 馬漢 我想帶一張被子給她 我怕她冷 喂 大哥她七十幾歲了 你明白嗎 就是她 大半身的遺憾 就是沒有帶到她 大佬來 我們這家人呢 我呢 大學畢業 事業有成 帶東西回去 慰問她 她們的朋友 只懂得問她們拿錢 所以 原來我發現 是我很後期才知道的 其實我在研究 網中人 我全都在研究自己 你明白嗎 那張幅相和這個一樣 裏面的dynamic是一樣的 就是 大佬是我們親戚來的 不是不是親戚 大佬是我們兄弟來的 我當她是阿慧 這麼多年來歧視她 我老爸呢 一說起她就爆炸 不想提她 我媽呢 就 永遠好像欠了她 那樣 就是這個 然後 原來我發現 LMF的研究 我很想知道 很貼地地知道 我生長 我是油麻地出生的 我覺得我自己在鄉下 不是大陸 我覺得我鄉下是油麻地 我們在LMF的時候 盡情在油麻地 掃了街 我認識一個日後 我認識一個晚上 然後我們去大陸 我想再認識 深入一點 在香港怎樣影響她 那時候在大陸 很 visible 香港很 visible 我記得坐在工廠 有一個美女工人 就 你給我看一張港紙 拿一張港紙出來 哇 就是那個邊界 你想想她是 好像阿羅林小文是 移動得很厲害 但是那時候是 很厲害的 就是那種 visibility 無論在哪裏 我們再上北京 我們找找那些人 會不會看香港雜誌 我們也有找 剛才你說的 李趙興 他也是做雜誌 就是做那類的雜誌 我們談了幾次 但是他老闆不肯讓我們進去 我們就進了別的地方 我才覺得原來我是一種 這樣的追尋 我二十多年的研究 原來驅動 我在香港那種身世 那種特殊的情景 我剛才 在你裏面 那些相片 最感動我那幾張 我有一點點打壓真的 就是 在邊境 有些水田 有些倒影 有隻手 有你 你爸爸 你媽媽 養下養下 我認識了你很久 我很感動 看到那個 很年輕的那個 不是年輕的 是年輕 在香港慢慢長大 探索香港的城市 走到西九 這麼多年 他很努力 這麼多年真的很努力 別人沒做他做了 你別以為拍那些東西很容易 我聽他說 嘩 你穿了那些開工鞋 又怕被人打傷那些 嘩 很重 Heavy Metal 這個人 我想我那種 和你另外一張相片 就是 有彭定康在旁邊 是 那張相片 我也是很 我覺得 就是我們 你和一種跌加 你 在現在再跌下去 我們就是在香港 這個這樣的環境 一路成長 索造到我們 還有一張 就是 剛才你這張 我都覺得幾 比較 其實我們這幾年 那種 仇恨那種情緒 投射在這三個特首 我現在行山 還看到CY下台 周圍那些石 最偏遠的石 都有人 粗口我不方便在這裡說 但是它在這裏 跌在這裏 你又覺得 有一種很奇怪 你說的感覺 是一種長和的感覺 那種分別 你融和了之後 究竟現在 到現在 我們在香港 我已經退休了 我做研究 原來是 我心裏有一個謎 那個謎 我慢慢打開了 但當中的很深刻 都… 近幾年 你覺得旁邊界 旁邊境 你怎麼說的 我不用學俗的說法 在我家裏 那棟大廈 有第一城 第一城很多 中大的大陸學生在那裡居住 有些在晚山買了樓 一路一路你覺得那個感受很強烈 究竟香港不是一種用和其實就是消失 以前我們在大陸那種 你說拿一張港幣出來看看 你現在拿一張港幣出來 麻煩你嘟一下吧 那邊界是不是一種消融事件 是不是香港消亡呢 我有一段時間非常悲歡 我講一個秘密給大家聽 我們曾經在台灣想移居和移民 在座都有人陪我一起去 你記不記得 但是我過了這幾年 就覺得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的 那個邊界可以好像那些微思血管一樣 滲透下去我們 那個他者走出來我那裏 可能沒有了我 我自己甚至相信五十年後 有沒有一個好像 在歷史因緣之下出現 那個妄中人那家人呢 我覺得不會 是我們在這個歷史的 剋逢中間 你感受到一個好像很輝煌的香港 走到一個慢慢的新聞的消融 那條邊界一路踩到第一城 踩到我家踩到我一起搭升 一起搭升那個 今天怎麼樣 那條邊界來到這裏了 那是不是代表了一種消失呢 我覺得 我覺得 香港 這個都不是 李老師說的 是一個科大衛講的 科大衛講的 科大衛講的 我們身處邊緒 那個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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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養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最後我講兩點 第一點 就是我大哥已經看破了 他不再想來香港了 他太太都死了 一年前 他現在很享受自己很自由 在家鄉下喝酒 他就一仔一女 我們曾經都是那種邊界延續了很多年 他的兒子 就雙非二同下來生兒子 哇 那時候我們整個人多猛亂 你知不知道香港人 大哥 床都沒有 我哪個哪個三嫂大肚 沒得生 旁邊那些全部都是大陸人雙非的 很猛亂 在我家 就是我 我哥哥的兒子 是我誰 我哥哥的兒子 他的老婆 大肚 他想到香港生兒子 做一個香港兒子 我們幫他安排 是滿了位子的 滿了位子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下來 你知不知道 原來想怎樣 怎樣買位子 總之 是一條龍服務 生完之後 還有一個人 在將軍澳某個住家 是陪月的 你知不知道 我大哥的兒子 久不久下來 悶悶悶症 我們喝茶 都會有一種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然後我大哥的女兒 她又有個女兒 那個女兒二十多歲 她說 香港人 我們不會嫁的 下來香港 浪費氣 你想我下來住劏房 她有兩層樓 兩輛車 我大哥的兒子 又開Honda 又有不同物業 又有兩頭家 那種差異就是 譬如他那些 下來好像很多不守法 我再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這幾年的體會 就是幾天前 就是我大哥 那個女兒 四十多歲的女兒 下來 一起喝茶 我太太也一起喝茶 我終於發現 她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我們可以很坦然地去 她的女兒又在拍拖 我女兒又在拍拖 很多話要說 她很緊張 我說不要那麼緊張 我女兒又在拍拖 我突然覺得 同台喝茶 真的是一家人 她有差異 我有差異 那些差異還在 但是有一種 放棄了那種 舊時那種 就是 總是好像 我們比你好 放棄了那個 我覺得很坦然 好像很多年的包袱 是在之前的開心大發現 原來我的研究童 就是我家 開心大發現 在兩個禮拜前 這個 整個包袱好像被丟掉了 因為我已經 peace with my family 那最後說一點 就是 你那個萬念重生 和萬念規矽 我很有感受 萬念重生 你講的 九七前很多句 很厲害 那些人的身體 那些人的表情 大家還沒看 還有沒有看 沒有看 錯過了沒有 你可以看 那些 在城市裡出現的香港人 他是不可言說的 就是 兜口兜面 就是給你看 那個香港人 香港其中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 Giddens說過 Modernity 裡面其中一個Dimension Nation State 香港是那個Nation State 很弱的 山高皇帝要我採你很傻 我結束一港專政 我是覆述一個歷史的時機 我採你這樣 他那個秩序 那個時序 歷史的秩序 權力的秩序 我採你也有沒有 就是因為中英爭拗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如果 我經常想萬念重生 我經常不知為何會想起一間石屋 石屋周圍都生了草 藤都飆了出來 就是 如果一個人 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強大的管理的力量 秩序的力量 全部剪掉你 我要在這裡住 大哥你一定有23條 你23條你可以全部剪掉 香港萬念重生 因為它有一個鬆動的空間 那些草自有的衣服 無緣無緣無故旺角有一個人 我記得有那張照片 在吸煙的那個人 那些人 那些煙 很享受 嗨到暈 萬念重生 你好像在香港最黃金的時候 香港很多 無論是新浪潮導演 TVB很厲害 現在CCTVB不行 但當時真的很厲害 周圍有很多東西 這樣生出來 萬念重生 你這個人不知為何 我老婆說 得全是萬念俱夫 萬念歸直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感受 你很風光 很輝煌的時候過了 你會說 全部歸於安靜 我不覺得悲歡 你好像剛才那些 一百年 八個年頭 九個人 混合 你有一種很安靜的 這樣去面對香港 必要面對的國家 必要面對的國族 我是用我自己的 這幾十年的感受 和他拍攝了十幾年的感受 我用生命來回應你 我們香港人做到這樣 很難得 可以繼續抗爭 但是 要 對自己有一種 寬容 我今天 沒有了 我終於說了這些 最後 那個就是 萬念重生 萬念歸直 一點點補充 其實大家 生活得非常快樂 每一天都很快樂 他剛才說到最後抗爭的字 其實 在我心裏面 沒有這件事 但不是說 不是說我可以攤大張手 而是 我走過很多路 二十多年 我紀錄過很多不同的社會運動 或者認識到很多朋友 我經常跟自己說 當我去到這個階段 我看到很多事情 看到整個意識形 世界怎樣運作 權力怎樣運作 最終來來去都是那幾件事 我覺得 如果可以 一早就得了 我沒有去這樣的思想 因為 我覺得是出路 沒有出路 如果你念頭不改 是沒有出路 你永遠 在輪迴那裡 好像說 他現在放棄了那個念頭 去台灣 或者去其他世界各地 其實這是一個輪迴 是一個輪迴 為什麼 你過五、六年 他女大嫁出去 然後覺得寂寞 覺得悶 其實可能你又跳回那個輪迴 又去一個起點 找一個地方 想去玩 再去開心 或者離開一個地方 或者覺得 現在那條邊境 是越來越 越不行 其實我經常說 我最重要的是什麼 跳出這個叫做loop 這個經常的死局 你又去那裡 又去那裡 怎麼跳出 就是一個念頭的改變 念頭的改變是很大的力量 因為是從你內邊出來 不是從外面去求 我覺得是現在世界 我們全部向外求 向外求是什麼意思 你求別人改變 某些事情 令自己很開心 或者希望別人改變某些事情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我最重要的是 第一件事 先做好自己 譬如 我拿了Wing的獎金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好好管理自己 如何去做好那件事 而不是再去求更多 或者是 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因為如果我連自己本分都做不好 我如何去幫助其他人 或者希望做到其他事情 因為你的原點有問題 你的原點就是你內心 最內心的念頭 那一刻的念頭 那一生一滅 如果你念頭好 我覺得所有做的事都好 因為 其實在我身邊整個展覽 都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發生 有很多沒有期待的人會出現 因為 我自己覺得 我放空了很多事情 念頭好 所以來 那我也希望你早日可以 不要再 不要再 可能你 因為我認識很久 通常幾年之後 又跳下去 有一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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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很苦的 我沒有多少年 我還有二、三十年命 不過我不想再走入他的輪迴 不能不走進去的 其實我是通過攝影去 在那裡反思 你看到我的作品 為什麼有 其實我忘了放LMF的作品 其實我做了二十多年 做了我想差不多四十多個 攝影的作品 其實很多都沒有什麼 發表 亦都沒有 但是我自己去做 其實回想的過程 其實是 自己不斷的功課 我也沒有求任何 任何的回報 是的 只不過有因緣 我就去做一下 做一下 是的 所以 這個小小的回應 是的 非常精彩的 分享 但我們想 剩下十多分鐘 看看台下有沒有觀眾 有問題 香港人很少發問問題 我自己也是不敢舉手的 恐懼很大 謝謝幾位的分享 當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去想 要去沉澱 我想 其中一個比較 我想到的就是 我們其實很多事情要反省 當我們近幾年 不斷去講香港人的身份 或者香港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其實不斷去想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去想 其實香港人是什麼 我們近幾年是想很多 因為很多是對立 尤其是在邊界以外的地方 我們還會想 我們不是什麼 我們是這樣去一個鏡子 去看自己 但這一個 所謂的身份 其實可以是很脆弱 因為 那邊是怎樣 是會隨著那邊的邊界以外 是怎樣 我們去反省自己 但這個未必是我們 所以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我想當我們不斷 很強調香港人 香港人 我們很介意那個邊界 也好邊境也好 好像不斷侵蝕 不斷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 其實我們是什麼 香港人是什麼 我們才可以 暫立得回 在我們自己 原先的位置 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很想問 幾位的嘉賓 在香港的狀態裡面 當我們去講身份 或者是邊界是什麼 我自己很體重 我們文化和身份的邊界 因為如果你是說 身體的邊境 邊境 我們控制不到 即是你在哪裏 去下一個 其實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辦法 去扭轉什麼 我更加會看重 我們怎樣站住 我們文化上的邊界 因為這個 我慶幸我們在這一代 因為我們經過幾年 香港 但是下一代 我們更加看到 香港那個是很模糊的 所以我很想 幾位在不同的領域 文化領域面的工作的嘉賓 可不可以說 其實那個意義還在哪裏 當我們說 Globalization 或者是中港融合 我們很不想這樣 但是其實 我們還說 邊界的意義在哪裏 另一樣 又延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很想回應這個標題 核心到邊緒 其實這個可以是一個對立的概念 亦可以是一個相通的概念 因為就算你在一個邊緒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回 怎樣去做核心 因為邊界又始始終都是浮動 我們很想看看幾位嘉賓 怎樣可以 當我們去向前進的時候 我有想到一個狀態 就是會不會其實 我們剛才有來賓都提到 當我們很堅持自己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個對話 我們永遠都在輪迴裡面 去抗爭有一個原因 我們做不到什麼 但我想我們要做到一些事情 會不會其實有些事情要摧毀 然後再離開一些事情出來 才可以對抗到一個更大的漩渦 那我就很想看看幾位 是有什麼的看法 非常好的問題 特別是二十三條 就是立的時候 究竟我們那個文化邊界 或者我們現在 你們大家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還可以保得住呢 因為我們其實 在SIPA之下 那個港產片 已經寫了說 其實是死 雖然去年我們會見到一個復應的狀態 或者三位嘉賓 請你們回應 文化是哪一屆 其實問了很多問題 當然可以回答一些 譬如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 以往是很雜的 很雜種文化 香港文化 或者是很雜種文化 香港文化 或者是很雜種文化 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可能會繼續 但可能已經不是獨有 譬如很多世界都很混雜 很雜種 或者很靈活 也不是你的特色 或者因為很多合拍片等等 所以怎樣找香港文化 特色存在 有某些是可以延續的 譬如剛才你說到電影 電影合拍片 可能真的燒容了香港的特色 但似乎有些本土的電影 有小眾或仍然有抗衡的力量 所以 裡面仍然有很多所謂 繼續發展的空間 但另外回答回身份那個 邊界 我自己覺得 有時未必太需要強 可能有對立性 但又不是完全因為 只是畫一個對立性 其實是有一個對話的可能性 例如我最初說的跨城市的座標等等 其實都是一個對立的可能性 在裡面 我們看這個問題 因為有一個自身的情緒的attachment 所以看得不太清楚 如果你是討厭香港人 你對香港有很強烈的感情 有很強烈的認同感 這種認同感 有時會干擾我們去看那個問題 而且真的 我們有血有肉的 我們自我的感覺 是透過一種他者化的過程 而他者化的過程 大陸是一個很長久以來的作標 所以 但是現在我自己 慢慢 離遠一點來看自己 離遠一點來看香港 我覺得 如果你從文化的層面 文化是不會死的 文化就是你的Way of Life 你生活的方式 你每日接觸的人 你早上喝一杯鴛鴦奶茶 你隔壁坐著印巴蕊的人 這邊是印巴蕊 這邊是一個陸客 那個就是 在生活中走出的文化出來 那些邊界有時候是 那個歷史 令到某個邊界很強 但是那個歷史 不會凝固在一個時代 它一定會 你歷史好像一條河一樣 一路衝 所以那個社會的條件 你這裡的人口的那個混合 都會變的 那你到十年八年二十年 你怎樣去講香港人呢 很難講 但是你說有沒有香港文化 有 就是那個新的一個混合 我們剛才說的邊界已經在裡面 再重新 因為我覺得生命是很奇特的 它一定是找些地方 它會生長的 它一生長它就會引伸了一種的生活方式 而在攝影啊 電影啊 電視劇啊 小說啊 你出的Post也不同啊 你有一種特別的朝語 那種朝語已經加上一些大陸的朝語 但它又不是純粹大陸 就算怎樣一體化都好 香港那個地域的特殊性 我們那個歷史的包袱 就算你抹掉了界限街那個牌 不知道你在鴨寮街 咦 有那個界限街那個牌 那個歷史的沉積是很深的 那你永遠都會有些這樣的 那個香港文化 我寫包單不會是我們認識那個80年代 所謂的黃金時代 有沒有香港文化 我寫包單一定有 這個香港文化是不是有獨特性 一定有 你怎麼可能將香港島 一種海洋式的文化 整個香港島剷掉 擺在北京不要 所以我是相對 不是樂觀的 我是安靜了 看得清楚了 我想我跟他們兩個都看法是更不同的 是啊 我會很雲觀 或者我會去到離開地球 往回地球那個位置看這個世界 我覺得事情你會通透一點 因為你在一個這麼狹小的空間 其實我們每一天是維護什麼呢 香港人很苦啊 苦是什麼 因為我們維護一個叫做不想變 但是人生我們怎麼會沒有變的 因為你每天你回到家裡熱 你開冷氣 你開暖氣 你開暖氣 是不是 每天其實我們都在對抗一個叫什麼 無常 是啊 旁邊那個人比較迫 我就走過一點 是不是 我們每天都是做一種不從的動作 去對抗這件事 身份也是 其實你越想維護那些東西 就越快會消失 是啊 反而我會站到很遠去怎樣呢 起碼第一件事 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好我自己 才是回到那個位置 還有我的念頭是怎樣 我的念頭是如果我 因為我太參與太多社會上的事 或者一些藝術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情緒從哪裡來呢 尤其是身份那樣東西 我們可能是為三個字 而去作一個很大的情緒 但是發生的事情可能是無關的 那三個字是什麼 其實香港人很在意一些 其實是很… 我不會說是一些 其實是不值得這樣去做的 是啊 就是我想分享的 是啊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跟他們說 我們一定會有些東西保留在 不會消失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 因為你無力去阻止任何事情 你可以阻止 你可以做到的之後做好自己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其他觀眾有問題嗎 那我回應一個 朋友的問題就是 我們會看到香港 其實正正因為邊界一直消失 其實有更多本土意識的生產出來 明哥有太平新的唱會 韓文詩區區十八種有香港人 我們…或者阿德奇的 他不斷勾回一些歷史事件 潘若寧的寫託幫月消息 都是其實回應著一個沙城的變遷 當那個邊界消息的時候 適時我們是會用一個融合的姿態 會看到那個變遷都好 但是其實就是那個文化上大家會有反彈的 有一個意識是怎樣去到保衛著我們的一個文化身份 所以我也挺有信心 就是我們圍著邊緣的時候 雖然我們是有茶餐廳 但我們又多了很多重慶燒烤 我們那個日常生活的經驗是不斷地變 但是正正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正正因為那個邊界 在Eric的電梯口的時候有人說 你先聽你喉馬列出 重慶燒烤 我連國語都不懂得說 的時候 那個大家的反省呢 還有怎樣去面對這種生活經驗的改變呢 就會更加多有趣的文化身份 獨特身份在那裡展示出來 其實我覺得 剛才她說 譬如你面對一個可能經常講國語的人 其實這個是遊戲 當它是一個遊戲玩 其實那個是最好的 令到你觀照自己內心情緒的事情 當一個人講國語的時候 你的情緒來了 你可能很不開心很憎恨 其實你有沒有問他自己 為什麼要生氣 為什麼要生氣 如果那個是鬼佬講英文的話 等於有一個鬼佬踩到你 跟一個大媽踩到你 我想你立即反應是會不同的 但其實他們都是人 其實他們都是人 但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作品裡最終 最終未說過的名題 就是那個分別 那個分別心那樣東西 所以我不跟Eric媽說 要抗爭或者要成 因為我是從一個 我覺得是遠一點點的位置 去看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 不是單單香港 再講多一點點 就是回應Carroll 去講這個作品 對於她來說 是一個很恐懼 因為她可能質疑我 你又這麼歸直 為什麼你又擺一個 這麼恐懼的東西出來 其實這個燈 大家如果進去那個展覽場 因為很多人在尾上走進去 好嗎?好嗎?好嗎? 好嗎?好嗎? 沒有辦法 消防條例 其實那個燈 我一擺 我設計的設計 是擺在最開始的點 最開始的點是什麼? 這個立法 釋法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恐懼 其實我最開始就是擺一個 你要面對的一個恐懼 恐懼是什麼? 令它產生情緒 但是燈的一生一滅 那個閃是一個 一個念頭的一生一滅 我很希望就是 一路走你的旅程的時候 去到最後就是 從一個恐懼的情緒 再去到看回 最後其實 不可以有分別 因為分別就會帶來 很多的煩惱 這樣 其實你不是很害怕 哪一屆的消失 我完全沒有想到它消不消失 我以邊界為題材 為什麼? 因為邊界是很實在的 而且它一定是 沒有邊界不會有內地和香港的分別 另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未必喜歡在邊界做一些事情 因為那是一個很權力的空間 你可能會覺得很不舒服 但正正這件事就是我的性格 我是一種喜歡 就是喜歡去這些地方 我不是挑戰它 而是我希望放一些希望 或者是我將此塵在 或者香港曾經有過的事情 再放回到那個權力空間 在這一刻就快模糊的時候 再有一場對話 對話是很重要的 對話是很重要的 好 多謝三位 那或者在最後的時候 我也想看看大家 因為回應一個身份的議題 如果你真的要給一個香港家書 那你會用什麼字句去寫一封 你現在給香港的家書呢? 我因為知道 Eric和Lawrence 是幾年前明州也有訪問過 他們也有給一個所謂的香港家書 那今時今日 你們會不會有了不同的想法呢? 你會想寫些什麼給香港呢? 你會想寫些什麼給香港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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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記得 但反而 剛才有一點點想說 可能我們 會不會覺得 太過突出了身份的對立性 我又覺得 我們從來都不是說 聽到普通話就會生氣的人 反而覺得香港人是很就人的 即是你用普通話 我很差的普通話 都會用普通話跟你說 你用英文 我又會用英文跟你說 即是身份未必是完全排他性 或者泰國說香港因為有邊界而對立 即我覺得都可能扭曲了 即是因為香港實在太難說 所以 其實今天的題目 或者由中心到邊緒 好像給人感覺一個 Historical narrative 就是曾經是中心 現在變成邊緒 我覺得都不是 其實香港從來都很多邊緣視角 可能是金融市 但同時有一個邊緣 我想這種很多位置 甚至可能可以拋棄某些中心主義的想法 即是如果 剛才說保留某些香港文化是很重要的 但你不需要一定很中心主義這種 我想這個也已經結束了 希望香港繼續蓬勃下去 文化上 我想我和潘國靈都不會見到一個人說普通話 而會有很強烈的情緒 還有我想我其實都挺抗拒抗爭的那種模式 即是他每一張東西簡化了 還有他終止了對話 那我剛才Carol這樣說 我就想起一個很好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醫生 他快要畢業 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 絕症 醫療不好的 他還要告訴他老公聽 他說最痛苦的就是要告訴他那個女兒 那個死的母親 你不會見到他了 然後他跟一個老師說 他說我不想再做醫生 如果我一輩子不停都一定要面對這些事情 那個老師就說 其實你如果覺得一定要醫好人 你真的很痛苦 你一定會死人 他說如果你做醫生 你說我用愛心來去醫治你 我take care你 我陪伴你 醫好當然好 醫不好 我都是陪了你一段時間 你不會fail的 那個病人會感受到你的care 他要死就要死 是嗎 我覺得我現在選擇在香港生活 甚至我覺得香港真的 我可以在這裏 退休 中老兩個字好 我很年輕 但是我對香港的態度 我不是一個醫生 我不是一個萬能 我不會覺得我有真理 你或者我有一個良方給你 但我很珍惜香港 我會很關心香港發生的事 我是比較適言 家書這麼形狀 寫什麼字 其實沒什麼字想留給香港 其實大家都有緊 做成今天所有的事情 大家各自去寫 因為我寫又不代表什麼 再次多謝三位嘉賓 這麼精彩的討論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一個 以香港為中心 大中心主義的一個想法 只不過是拋出一個問題來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在這個 不僅僅是香港的環境 是一個全球 越來越講後都會 講城市的連結的一個年代 我們是不是還在用一個 這麼中心本位的一個想法 去檢視我們的身份 還是我們應該用更加 PORUS的 就是Lawrence所說的 我們的位置是經常 很多時候相對 可以從另一方向 看另一個事情的發展 就等於阿德基說的 那個是一個念 我們怎樣去處理這個念 再次多謝三位嘉賓 還有多謝近多位觀眾 還有多謝WMA 給我們舉行這個講座 Thank you